首先提提大家 接下來是11月1日 星期四晚上10時 繼續有Facebook的蘋果直播 《如何講英超》的直播節目 依然繼續有何輝大哥和小弟的何榮 陪大家談波京 今次會特別一點 一起去悼念一下李斯特城的班主遺差 另外也會談談波京和預測賽事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留意和支持 我之前說過一個觀點 就是一直還未有中下游的分子 懂得如何對付艾曼尼的阿仙奴 艾曼尼的戰術是絕對有盲點 必須要像富咸的對手 如果有空位阿仙奴 阿仙奴才可以主動創造入球 但是如果對手是收縮防守區域 不讓空位阿仙奴的話 阿仙奴就無法主動創造入球 這件事我一直堅持著 以及解釋得很清楚 如果真的遇到英超的中下游分子 有紀律地收縮防守區域的話 艾曼尼的阿仙奴就會遇上困境 其實之前那場對里城的賽事 是已經發生了困境 只不過是里城不能貫徹始終保持著紀律性 但是來到今天 終於遇上了對阿仙奴有透徹了解研究過的學神 這個水晶弓的教練 今場賽事格局完全始終上一場 英超對里斯特城上半場頭40分鐘的情況 水晶弓就像里斯特城這樣 先收縮防守區域 雖然防守的時候 水晶弓方面有時都有少少失誤 但是對中型班來說 就算是已經很少失誤 而且通常他們到最後都能夠補到位 而阿仙奴同樣繼續做回那種打法 講求速度的進攻 各方面都是要快的 盡快要向前 盡快要向前交球 即是好像拜仁的那種短期進攻 如果中下游球隊肯跟他們打來回高速球 當然阿仙奴會很舒服 還可以打一些很漂亮很快的快攻 但是只要對手真的收縮防守區域 阿仙奴就很難可以快起身 因為對手在狹窄的空間區域裡 裝了很多塊板 你硬要快的話就會撞板 那你說可不可以就算面對密集都好 依然打得快都不撞板 我其實都可以 不過除非你擁有技術視野 和速度集於一身 臨場應變能力還要很強的球員 還要不止是一個球員 至少有三個進攻點是這樣 還要體能充沛年輕才可以 暫時這樣看 阿仙奴的球員 體能雖然OK 但是他們的級數就不夠高 蕭俄比亞、迪克就不夠級數 MK仔叫OK 但是MK仔很少用 另外今場也不是正選 也不能打 即後備也不能上陣 奧巴美爺的技術就一般般 OCE有技術 但是不夠快 那卡錫迪就最似仰 但是只有一兩個球員可以做到 始終是不夠的 一面對著很有紀律的水晶弓的話 就會立刻撞板 也不能夠用到OCE的功能 那你又問 可不可以嘗試踢得慢一點 去充分使用OCE禁區頂主角的能力呢 答案是可以 但是亞仙奴似乎這方面 就不太想這樣做 他們不太適應 慢了下來的攻勢 慢慢插兩腳 他們就覺得好像不安 總是要去到最後 就要加速加快 就未有機會 都照樣去 照樣上 結果照樣失誤 那些進攻很多時候 都是以失誤作結 而不是以射門作結 給回機會對手 那結果對手 就真的有些空位 可以打一些短期進攻 那14分鐘 水晶弓這方面 就已經找到一個中柱的射門 雖然他們領先的方法 其實是靠一個國球鴨仔球裡邊 再搏12馬 但是12馬入球之前 是真的見到水晶弓這方面的 整體合作性好很多 有很多第一時間的配合連結 的確他們是進步了 梅斯達菲這個中堅 除了臨完上半場前犯規輸12馬之外 其實較早之前 他也捲入了一宗 疑似12馬的事件裡 幸好那次球證 沒有給12馬 下半場 水晶弓這方面 繼續收縮防守區域 當然會令阿仙奴繼續沒辦法 但是50分鐘的時候 阿仙奴能夠利用到 戰術以外的佛球 攀成平手 都真是非常及時 以及關鍵的 否則阿仙奴真的不知道 今天能否得到分數 雖然必須要稱讚下卡 處理佛球的能力 雖然得到佛球 都可以說是壓迫的成果 但是水晶弓這方面 沒有用大腳解圍 反而貼近自己的底線短存 都真是水晶弓這方面的主動失誤 機會是要水晶弓 給阿仙奴 阿仙奴是沒有辦法主動創造機會的 而下一個入球 原理其實都是一樣的 雖然得到國球可以說是拉邊的成果 但是其實阿仙奴的連結 本來失敗了 是水晶弓解為不願的 才能間接產生國球出來 給阿仙奴用戰術以外的方法 取得入球 再加上這個入球 其實這個入球是個運氣 鴨仔波 而拿卡錫迪還好似手球 如果有VAR的話 阿仙奴今天也是那句 不知道能否得到分數 真的要不厭其煩再說 水晶弓今天真的有紀律 即使落後到2比1也好 都沒有放棄隊形 繼續絕對不讓阿仙奴打快攻 所以他們是不會空群而出 明顯教練的學神 已經知道了艾曼尼的底牌 他知道阿仙奴是有盲點的 只要不讓阿仙奴 阿仙奴一面對密集 一是就老鼠拉龜 一是就撞板 所以水晶弓就真的很有耐性 去等阿仙奴撞板才進攻 結果阿仙奴就算有奧斯爾 或者托雷拉這些連結能力好的球員 都好 都是依然不停撞板 所以即使水晶弓是收縮防守區域 依然是可以等到不少的進攻機會 而且水晶弓的進攻是不會亂加速的 他們寧願慢一點 都不想失誤給阿仙奴打反擊 學神就真的工整地表演給我們看 究竟是怎樣對付艾曼尼的阿仙奴 然後到68分鐘 艾曼尼這個調動就是失誤 再一次在緊湊的賽事裡顯示出艾曼尼臨場調動和應變的弱點 這個調動竟然是韋碧克取代奧斯爾 奧斯爾是一個可以控制比賽節奏的球員 如果能夠在下半場領先的時候 奧斯爾協助球隊拖慢節奏 減少撞板的次數 就可以浪費對方的時間 也可以令對方沒有進攻機會 阿仙奴能夠保持著升局 但是拿走奧斯爾 就沒有辦法可以控制比賽節奏 就算你說奧斯爾累 甚至傷 你都應該可以用差不多功能的MK 就算你說我不是 我反其道而行 我放棄控球 我打穩守反擊 那我又要問你 做什麼還要保持著四個進攻點呢? 只有兩個防守中場 不夠中場做防守 怎樣打穩守反擊呢? 所以68分鐘至78分鐘這一段 阿仙奴是被對方攻得很辛苦一下的 阿仙奴就算拿回球 阿仙奴又是繼續很快地撞板 完全是控制不到大局 感覺上他們好像很積極去拿第三球 但事實上是非常之魯莽地 不停地將自己暴露於危險當中 結果去到81分鐘 就真的完整地出現了這個問題 艾曼尼的概念裡 真的沒有控制比賽節奏這件事 沒錯 本來可以打反擊的 但如果那個反擊是做慢了 反擊機會沒有了的時候 就應該要保持回控球在腳 控制回節奏 而不是盲目繼續要很快地撞板 可惜了 卡錫迪這一次在艾曼尼的指令底下 或者叫做分圖底下 就非常之心急 竟然是踢過命中率不高的高球去嘗試連結 結果是送了球給對手 給對手打過反擊 就是這樣在反擊當中輸過12碼 這樣沒有兩分 雖然你可以說下卡不適應打左閘 而魯莽犯規輸12碼 不過整體戰術來說 你是快撞板 太過容易被打反擊 這個才是致命傷 本來今天的幸運之神 已經是帶了3分給阿仙奴 但阿仙奴都可以憑自己的實力 嘔兩分出來 如果不是有死球機會的話 阿仙奴這場賽事也是那句 有機會輸球的 今場的賽事是充分表現出 艾曼尼戰術的慢點 臨場應變能力不足 以及調動是有問題的 首先調動有問題 沒有用到控制節奏的球員 另外臨場應變也有問題 他不懂得及時要求球隊 控制比賽的節奏 搞到輸反擊或失誤頻頻 你又發現那些傻子東西開始回來了 而且基本的戰術始終有慢點 學神今天已經向其他英超球隊 表現了這件事 不排除其他球隊會開始逐步跟隨 一對著阿仙奴的時候 就先收縮防守區域 那阿仙奴的蜜月期很快就會終結 而這件事經已說了很久 蜜月期終結這件事遲早會發生 差在今季發生 還是下一季才發生 所以雖然有很多阿仙奴的球迷 之前非常興奮 也有適量地稱讚他們的進步 但是我都必須要去到最後說出真相給大家知道 就算有阿仙奴球迷不合聽也是沒有辦法的 我始終是要盡我的責任的 來到這裏 大家亦都可能會找到一些自己想做的責任 就是按一下廣告 彈一些廣告視窗出來 和播完廣告距離 這樣做的話 才可以令到小弟有一點點收入 有個尊嚴地生活下去 和繼續免費 是每天為大家出到片的 前個禮拜 或者前兩個禮拜 大家有輕微的鬆懈 不要緊 現在大家堅持的話 就OK了 小弟永遠都會感激不盡的 來到這裏 如果大家是經意做了事 按了廣告 盡了責任 就不需要再聽下去了 不過小弟都需要照顧新的聽眾 如果你發現電腦的裏邊是沒有廣告 相信就是你的電腦那裏 裝了個Block Act的檔廣告程式 只要你認識了個程式的話 你會發現電腦片的裏邊會有Banner廣告 片的右邊都有廣告 大家可以按下去 可以按下去 彈到廣告視窗出來 就很幫到手 那手機那方面 就是片的下方 有固定的廣告字眼地方 大家按下去 亦都可以很幫到手 而無論就是手機也好 電腦也好 YouTube都會時不時在片的最前 或者最後插入廣告片 那大家除了播完廣告片之外 還可以在廣告片裏邊 找廣告link click下去 例如電腦的話 廣告link會在廣告片的左下角 手機的話 廣告link會在廣告片的 又上角的 那就下一條英超再後評再見 拜拜